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真是 刚看到消息的时候还是 哎 长叹一声啊 还是很难躲得掉 来了的就 服从安排 积极应对吧 怎么办呢 嗯 北京的进京已经是很严了啊 这样天正在查 看看这个病例是后续的一些情况啊 好 继续咱们的耳内镜操作啊 看一场的一个普通的叮咛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叮咛顺色啊 一些松散的叮咛块 这个跟它日常是不是积极主动的清理没有关系啊 外耳道的皮肤分育功能旺盛 然后叮咛产生的量多啊 然后字节功能相近的没跟上 就形成了目前这个局面啊 呃 这种体质下 如果自己用棉签或者挖着勺子清理啊 不仅没有效果 反而容易造成啊 损伤 多数人不是这样啊 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看了以后啊 看了视频以后觉得以为是每个人都需要 其实不是啊 这个话已经反复说过非常多次了 多数人不需要啊 像在视频当中呢 是少数特例 呃 有一部分是疾病啊 像外耳道胆指瘤啊 包括像眼前的这个 这是一个中耳胆指瘤手术以后啊 它的外耳道后臂被电钻切开了 然后把 藏在骨骼深处的胆指瘤啊 中耳胆指瘤清理掉 这个是一个啊 中耳胆指瘤手术以后的清理 呃 刚才说到啊 只有少数啊 有疾病啊 像有外耳道的一些疾病 呃 胆指瘤也好啊 其实叮叮叮叮 我老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跟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疾病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那些才需要去由医生啊 刻意的去操作啊 其他的绝大多数 至少90%以上的人的外耳道不需要任何的处理啊 这个病例也是有在手术后每年啊 定期的清理 他这个 呃 手术以后 这些区域都已经不是正常的外耳道的皮肤啊 之前早些前有 有呃 呃 观众啊 观众朋友留言 说讲 觉得这种像接这个伤疤呃 意思呢 有一点像 接伤疤呢 还能够 它也有个头啊 就是说 它的 呃 区域啊 这个损伤区域的皮肤 正常愈合以后就不需要不需要再接了 而像这种中耳胆指瘤手术以后啊 它的这个呃 外耳道骨骼表面啊 覆盖的已经不是原来正常的 皮肤 而是一些啊 新再生的一些上皮组织 这些上皮组织呢 没有字节功能啊 它就定期会形成这种干架 只能手动清理啊 这自己更不可能清理了 这个底边空间非常大 别说自己了 如果不使用耳泪镜啊 仅仅是用肉眼操作都非常的困难 这个干架掀起来以后啊 肌底上有些微小的一些小血管会破损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这底下是修复的骨膜 已经完全塌陷 这侧的中耳 其实中耳的已经基本上被破坏殆尽了啊 中耳的结构 基本上都没了 听鼓 看不出新鼓的形态了 嗯 家里人描述可能是放了人工听鼓 但是 没有看到人工听鼓的有可能已经是拖出了 这种属于一种啊 中耳乳突根质手术啊 一层一层的再把这个肝壳来给它掀下来啊 它底下这个 新生的这个上皮非常的薄 一些微小的血管啊 就在里边稍微一动就会有些小的 血管丝啊 跟头发丝粗细差不多的小血管会有些轻微的破损 这个后期 呃 破损的小血管会自然的愈合 好 一个中耳胆脂瘤 手术以后的啊 窗面的一个清理啊 目前还没有哪种药物说 嗯 或者是哪种 手术方式能够一劳永逸 当然 现在有些医生啊 有一种 就手术当中把这个后臂切除了 在手术结束以后 把这个巴尔道后臂重新恢复 这个缩小它的枪系 尽量保留它原先的巴尔道的皮肤 但是这样倒是有个好处就以后可以不用定期的清理了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把这个枪系关闭以后 它身方如果再有一些狡化的或者胆脂瘤的组织出现啊 那么通过内镜就无法看到 所以这种叫闭合式技术啊 那有一部分如果CT觉得有异常还需要再打开清理 这就比较头疼了啊 有一部分可以做到 以后 不需要再去二次手术的探查 所以这个开放有开放的好处啊 关闭有 也有关闭的好处 各有缺点吧 看具体的病例来决定 这是一个真菌的病例啊 瓦尔道的真菌壳啊 真菌这就是妥妥的属于疾病类了啊 因为它有一个病原体的侵入 然后会形成 一些病理的改变 那个 需要手动的清理 然后局部再使用抗真菌的软膏 内镜可以做到一些比较精准的操作啊 这几天他们西安的基本上进入尾声了啊 也是 个位数啊 越来越少 河南也在降低啊 下降的过程当中啊 从几十例啊 这种往下再往下走 天津还处于胶着阶段啊 天津每天还是 但是 天津的好处 就是还是比较局限啊 京南地区我看 呃 其他地区量非常的少啊 这是一个 好的消息 连续一周没有像四周的这种 明显的大面积的这种新的发现啊 局限在 当地的一个 相对狭窄的一个区 北京刚刚开始 哎呀 离青年越来越近了啊 希望同志们稳住啊 既来之子安之吧 两年了 嗯 这两年 隔三差五的视频里就要提到这个疫情的消息啊 记得 2020年 年初最重那会儿啊 当时 医院停诊了一个多月好像是 是将近快两个月 我印象是春节开始的嘛 春节停了以后一直到 4月1 4月份才正式的恢复 期间就在家里啊 每天就待在家里 那段时间倒是 天天 把以前 库存的视频在 倒屋来跟大家在 聊啊 嗯 两年了 希望今年春节能够 好一些吧 小的干片啊 这种真菌呢 除了在外耳道一层以外啊 骨膜表面也有一层 这个东西 呃 一点点接啊 花点耐心去给它接下来 或者是说 泡一泡啊 然后拿负压信器往下吸 都可以 如果能够接的话 相对好一些 因为这个负压信器呢 它是一个真空的抽吸嘛 一吸的话 有些人会出现短时的悬晕啊 很不舒服 好啊 基本上大体的结束啊 刚才这个再处理一下啊 第二页的清洗一下 可以就 上药膏啊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病例啊 真菌的一个病例 用完药膏一周以后啊 回来复查 没有真菌的痕迹 安全起见再补一次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 周四再见